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歐冠分組賽在週四凌晨繼續有好戲上演 D組方面,法蘭克福將會助陣主場迎戰馬賽 D組的形勢相當混亂 目前還剩下兩輪分組賽的情況下 沒有一對提前出線之餘 第一和第四之間只有三分的距離 今輪的較量將會是爭奪出線權的關鍵之戰 錄死隨手,拭目以待 法蘭克福在上一輪分組賽2比3不敵而刺 球隊將出線主動拱手相讓 如今以四分排D組的最後 對於他們來說,剩下的兩輪每一場都是生死戰 很好在這裏之後,法蘭克福取得各項賽事的三連勝 球隊可謂成功擺脫頹勢,逐漸步入正軌 其中,謝斯柏連特史堂這位年輕攻擊手表現頗為搶眼 此指近兩輪聯賽射入3球 他將會成為法蘭克福今將的重要攻擊點 另外,法蘭克福對陣馬賽可謂頗有心得 在2018-19賽季歐洲聯賽分組賽階段 兩隊在同一小組的情況下,法蘭克福相殺過馬賽 而今界賽事首場環交鋒,法蘭克福憑藉著謝斯柏連特史堂入球 成功作客擊敗馬賽 今回到主場再戰馬賽,法蘭克福無疑贏面更大 陣容方面,後衛到達斯華美路停賽受罰 中場長谷布城和前鋒安斯加紐奧夫都恩相倦勤 馬賽近年來不斷引入曾經在四大聯賽效力過的球員 球隊有意打破巴黎聖日耳門壟斷發格的平衡之餘 更加希望在歐戰賽場上有所突破 亞歷斯、山齊士、馬迪奧、古恩道斯和艾迪拜利等人 都有英超經歷並具備一定的名氣 不過這班球員,可以說應該是被英超高強度對抗淘汰出來的一批球員 就算來到法甲的賽場,這次馬賽也未夠班和聖日耳門較勁 今季歐冠分組賽,馬賽頭兩輪都落敗的情況下 憑直著雙殺試booting,球隊目前暫時為D組的第二位 雖然手握出線的主導權,但不穩定的發揮 或者會令他們由優勢轉為劣勢 馬賽已經遭遇聯賽的三連敗,軍心難免不穩 這樣的負面情緒肯定會被金將歐冠出征帶來不利的因素 因此馬賽此行都是難記以厚望 陣容方面,他們還有後衛艾迪拜利和斯特哥拉辛力等都因雙無緣披甲 好球不等人,馬上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